Ted? What? Are you sleeping? No 大家好 感恩节快乐 我上个星期的时候查回国的机票 然后就特别便宜 然后我就算了就订了 订了之后想说回去给我爸妈 我上个星期的时候查回国的机票 然后就特别便宜 然后我就算了就订了 订了之后想说回去给我爸妈一个惊喜 然后我没有跟他们说我要回去 所以到时候看看他们的反应是什么 估计还蛮搞笑的 我今天呢就去Trader Joe's 买了一些回国带的礼物 大家都知道Trader Joe's 是一个非常普遍的超市 但是我觉得它的东西其实价钱都还蛮合适的 而且它的包装什么的都很精美 所以送出去还挺送的出手的 所以我今天就想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买了什么 我第一个要介绍的东西就是给我妈买的 因为我妈很喜欢吃巧克力 所以我就给她买了一个Dark Chocolate Covered Element 然后这一大罐才六道 所以我觉得还蛮便宜的 而且它还属于比较健康的那一类零食嘛 所以我觉得我妈应该比较喜欢 然后说到巧克力 我还买了一个这个Trader Joe's自己的 这个是Dark Chocolate Bar 然后我这个是85%都是Cacao 然后还买了一个这个是45%Cacao 这个应该算是牛奶巧克力了吧 所以我觉得我就买了四个 然后我觉得这个包装什么的都还蛮可爱的 所以回去送人啊送朋友其实都还蛮好的 除了巧克力之外 我还买了一些就是Trader Joe's自己出的seasonal的东西 就是只有在holiday season的时候才会出的一些东西 然后我就买了一个这个Danish Butter Cookies 这个送人我觉得也蛮适宜的 买了一个这个 然后还买了一个这个是Carmomile Waffle Cookies 这个也是seasonal 像这种罐子其实送人什么的我觉得都还蛮好的 我爸现在超喜欢喝咖啡 就喝了几十年的茶 突然又开始要喝咖啡了 所以我就给我爸买了一个这个Trader Joe's自己的breakfast blend 这个就是beams 然后他自己要抹一下然后煮咖啡用的 然后除了这个beams我还买了就是这种已经现磨好了的咖啡豆 这个就是他的Trader Joe's Joe 然后这个是medium medium roast 我觉得这个也应该够我爸喝一段时间了 所以咖啡我就买了两个 除了咖啡我还买了我的最爱 那就是薯片 我买了很多不同味道的薯片 其实就看回去的时候可以送人或者是自己就帮他吃了 我还买了一些干果 干果类的东西 像这个coconut strips 就是椰子肉自己做的 还买了一个这个chili slice mangoes 我觉得这个当小林嘴我妈她们都应该比较喜欢 然后我还买了另外一个跟coconut有关的东西 就是这个coconut chips 这个应该是就是toast过的 然后脆脆的那种 应该还蛮好吃的 最后两个东西惯于吃的 就是这个cocobentons 这个真的很好吃 我平时有时候一个人一天一罐就吃光了 他这个跟茶呀咖啡呀 就喝起来都不错 我觉得这样送人比较方便嘛 所以还蛮推荐这个 除了吃的东西 我平时都会给我奶奶她们买一些营养品啊什么的 但是我觉得我上次买的营养品 她们都还没有吃完 我说的营养品就是什么 盖尔基地啊 然后什么multivitamins 然后还有什么鱼油啊之类的 我觉得她们应该都还有 所以我这次就应该不会帮她们带了 我给我的侄女也买了一个小礼物 然后我给她买的是这个lego 然后是duplo duplo就是比较适合年纪小的人用的 就二到五岁 然后我的侄女应该是两岁左右 所以她应该还蛮喜欢这个的 可以锻炼一下脑治理发育之类的 最后一个给我爸的礼物就是这个耳机 这个耳机是在亚马逊上抢到的 这个是这个牌子叫Jabra 这个应该是 我记得是河南 是丹麦的吧 丹麦设计的 对 Copenhagen 这个打下折来应该是五十刀左右 但是它的音质真的很好 所以我觉得我爸平时跑步啊什么的 都可以用这个耳机带着去跑跑步 OK 我觉得那就是全部的东西 如果你喜欢那个视频的话 不要忘了点赞 如果你有什么好的建议或者意见 你可以给我留言 我都会去读 如果你有什么想看一下其他的一些video 都可以跟我跟我讲 那就先这样了 我祝大家有一个愉快的感恩节假期 拜拜